Netflix的問題是否反映其他平台 剛才有兩位觀眾也想問迪士尼 你又怎樣看 其實我覺得昨晚市場反映 就是拿了雙類似的東西出來 全部丟掉了 你看到連旁邊的Shopify、Voku 都被人丟掉的 我自己覺得迪士尼 迪士尼Plus的位置就好一點 一來理論上的基數會比較低 還有它本應打的那些用戶群 黏性度應該高於Netflix 原因是甚麼呢 始終它多家庭客 傳統家庭客多一點 而且始終它多很多根深替貫 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都會讓它看迪士尼的米奇老鼠 所以其實它有它的優勢 而且始終它有樂園的東西 在業務上真是它多樣化一點 但我相信大家都在面對一個很類似的情景 就是大家的competition 但變成了毛利大家都有點隱憂 第二就是其實迪士尼Plus 其實比起Netflix更加aggressive 就是我兩邊都有加入 其實迪士尼Plus的用戶是本來 你一買已經可以有好幾個帳戶 是預理share的 變成可能將來它都會 如果是這個範疇 現在這一刻你就贏了Netflix 因為你這樣開放給別人了 反過來它將來會不會都會面對 就像現在Netflix的問題 我怎樣去控制我的客戶 麻煩不要再跟朋友開心share了 麻煩大家均真一點 付錢 我想將來也會有這個問題 但我自己覺得 迪士尼就相對於Roku或Netflix 它始終有自己的旅遊業務 在這段時間會相對比較硬 我明白